台铁潮州车站的副站长 竟然在人来人往的月台上开枪射击 这是民众搭火车的时候 误及到副站长持着BB枪朝天花板射击 先后开了两枪 这一把车站当成了打场 副站长出面诚信说 因为火车站的屋顶经常有歌群停留 还些误会低到旅客造成环境的脏乱 还会私下买BB枪对空射击赶鸟 坦言这个行为其实已经很久了 不过开枪赶鸟是不是涉嫌违反了洞保法 农业处将会在派员进行查证 拿枪对着天花板射击 民众在火车上目击这一幕当场吓傻 男子开完枪过了一下才离开 这时民众仔细看 他这身制服不就是台铁人员吗 当然的这都很少 如果拿那个纱红人家会吓到吧 在人来人往月台开枪射击实在太夸张 19日中午有民众准备搭潮州往高雄去监车北上 在潮州站火车上听到旁边的人说有人开枪 他当时还不信没想到看向窗外 竟然发现副站长持BB枪朝天花板射击 前后开了两枪 执疑把车站当靶场 我目前想到的愚笨的方法 就可能用BB枪来赶鸟 不是目的是要打鸟 自己知道说我这样做法是 不是很完善的做法 原来经常有歌群聚集车站月台钢梁高处 排泄物会滴到旅客造成脏乱 副站长才会买枪赶鸟 都会滴到旅客的身上 我们每天都要去呢 开枪赶鸟是否涉嫌违反动保法 农业处将在查证 另外在工作领域开枪赶鸟 虽然不违反社维法 台铁认为并不妥当 后续会研议设置防鸟索 避免未来鸟没赶成 反倒吓坏乘客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